有兩個數字你要先搞懂 你才會確定你開的門店會賺錢 一個叫毛利率 一個叫損益平衡店 如果永不跟你講平均毛利率的話 這三個產品各自的毛利率是60% 70% 80% 那我就把三個加起來再除以3 這樣子等於70%的毛利率 那他一定是錯的 為什麼 你怎麼確定這三個產品都會平均銷售出去 假設我的毛利率比較低 我有可能賣的比較好吧 我的毛利率比較高 我賣的比較不好 所以一間店的銷售毛利率是多少 怎麼算 我要把每一項產品的毛利率 乘上他的銷售比例 再把他全部加起來 65%就是我們理論上 這一間店的銷售毛利率 這個還不是最後的數字 什麼是最後的數字 給你們一個公式 這一間店的營業額 減掉這一間店的銷售成本 再除以這家店的營業額 就會等於我的銷貨毛利率 上個月我們這間店做多少營業額 50萬 那我們這間店上個月用了多少貨 18萬5 18萬5 18.5萬 好 再除以營業額50萬 63%才是屬於我們這間店 真實的銷貨毛利率 好 那一定很疑惑啊 為什麼我算出來 理論上是65% 但是 實際上是63% 差2%是什麼 這個2%就是我們所謂的損耗 這個2%就是不公平的損耗 我們用的選擇 我們用貨的貨毛利率 讓他們 她